为了让民众能平安的过年 台北市市林警分局举办维安协调会 强化民众及金融机构的维安能力 尤其是这段期间是诈骗集团作案的高峰期 去年就成功的拦阻诈骗的案件有680件 拦阻金额高达3.9亿元 因此除了呼吁民众要慎防诈骗之外 警方也贴心的提供了护钞的服务 年关将近各家金融机构资金进出频繁 台北市市林分局为了宣导警方安心护钞送到家服务 强化民众及金融机构维安能力 并加强防抢、防窃、防诈等安全防护作为 特别举办工作协调汇报 这段期间是诈骗集团作案的高峰期 去年全国同步打击诈骑专案行动期间 台北市成功拦阻诈骑案件680件 拦阻金额高达3.9亿 尤其针对有贷款求职者实施假借贷或假求职等诈骗手法 标榜绝对过审、低利率等话术 要求被害人提供新转户、证件、金融存责、提款卡等 稍有不慎就会沦为诈欺帮助犯 警方呼吁除了盛防诈骗外 民众如果要使用大量现金 请尽量利用转账方式 或由亲友、同事、陪同下领取 也可以随时向当地警察机关申请护钞以策安全 另外也提醒金融业者 如果遇到民众零贵汇款 有可能遭受诈骗时 请航员先行关怀提问 并迅速通知警方到场 以保护民众财产安全 让市民平安过好年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道 过年倒数为了维护治安台北市的文山二分局 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为工作的主轴 除了加强各项的犯罪的防御的宣导 也尽全力的维持交通安全的顺畅 希望让民众安心快乐过年 文山二分局远景 到辖区各金融机构寻签守望 包括重点站景美邮局 签完一楼还要上二楼 确认没问题才放心离开 让民众能够安心到金融机构领钱汇款 而除了加强巡逻 分局也特别制作吸睛的 1比1警察人行力牌 搭配最新的防诈骗文宣 摆放在金融机构门口 同时由分局犯罪预防宣导团队到现场 进行防诈骗宣导 诈骗计量五花八门 就让远景直接教您如何接招 而为了感谢民众对于警方的支持与鼓励 文山二分局过年前 在分局脸书粉丝团专业举办留言抽奖活动 透过分享新年新希望 能有更多正向氛围 警方也宣示 维护治安保持交通顺畅的任务 不会因为过年而停歇 警方在兼顾防疫同时 也会持续利用各种机会 来进行犯罪预防宣导 缠话民众自我安全保护观念 过个平安好年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国内优良的国产杂粮 农粮署特别举办了 量身打造的国产杂粮料理竞赛 得奖的作品将可以进行量产 也提供给消费者购买 让大家都能享受国产杂粮的魅力 各组人马在厨房内使出浑身解数 把食材烹调成各式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这是农粮署举办的量身打造国产杂粮料理竞赛 参赛者发挥了专业和想象 制作出美味的创意料理 那所以他选用我们的苏肥鸡胸 搭配我们的国产杂粮去做料理 那做不同的特别的调味 那最主要是希望说用这种简单又快速的方式 让大家都很轻易地享受到这种健康的料理这样子 为了让更多民众认识国产杂粮 新鲜健康安全非基改的特色 农粮署特别举办竞赛 除了邀请专业评审评比 还没合得奖作品进行线上线下的销售 希望让国人都能够尽情享受美食 国人能够支持我们的国产杂粮 那我们希望由需求端来带动 那农民就可以有意愿 可以来种植更多的一个国产杂粮 无论是花生胡麻还是玉米干薯红豆 国产杂粮品质优良 希望国人多多的选购身体也会更健康 有什么报道 近来本土疫情延烧 面对漫长的春节年假 多数的民众都感到惶恐和担忧 为了守护国门第一线的防疫计程车队 有生计业者捐赠了800份 市价约40万元的消毒订 要给台北市议会的新党党团 希望防堵病毒的入侵 也让司机们可以安心上工 台北市议员潘怀宗李沁元侯汉廷 跟卓木鸟联盟召集人林月龙博士 将生计公司捐赠的800份消毒订 转赠给台湾大车队台北市防疫车队 以及文山区猫懒继承车队使用 名单跟团队感谢企业在防疫关键时刻 无私奉献 让运输移动更安全 一跟吴董一讲啊 他非常的热情 然后他也觉得说在现在就是大家 共同防疫的这个时刻啊 其实他也呼吁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有物资出物资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共同团结 由于计程车空调是镇压系统 加上多数人搭车都习惯紧闭门窗 业者示范将消毒钉封到车内出风口 既由空气湿度激活消毒 有效分解空气中的有害污染物 我们在去年经过国防疫学院的预防疫学院研究所 也就是P4实验室 针对新冠状病毒去做的灭菌测试 我们的灭病毒率达到99.99 是在空气上可以改变它的这个空气品质 那当然会对防疫计程车 尤其是我们在现在在执行中的这个车辆 会有相对的帮助 日前普利生计公司已捐赠了台大医院 北市联衣 热血协助抗疫 而面对过年前夕 海外国人大量反台 疫情变化让各界不敢掉以轻心 也希望透过捐赠 让大家都能安心过年 共度疫情难关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疫情持续延烧 但其实确诊者治愈之后几乎都会留下包括了 呼吸困难 胸痛 胸闷 嗅味觉障碍 以及记忆力衰退等后疑症 中医师也建议可以采用中医的药材来协助患者 重新恢复身体机能 狠守屋 人森 当归 柴虎等中药材一字排开 这可不是东令顿补 而是能帮助新冠肺炎染疫者痊愈的后遗症 带来明显的疗效 新冠肺炎所引起的后遗症还不知道说 它会维持多久 所以是不是一个长期疗养 其实也不清楚 就是要以每个人的症状不同来做一个评 以中药为主还是西药为主 我觉得中西医都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近来国内外医学研究陆续发现 无论是轻重症 甚至无症状的新冠肺炎痊愈者 几乎都会留下乏力 呼吸困难 胸痛胸闷 咳嗽 嗅觉或味觉的障碍 记忆力减退等后遗症 可以利用中医药治疗 有助于恢复身体机能 新冠肺炎后遗症就有可能病毒 造成脑神经脑血管的损害 导致患者可能会有记忆力减退 或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 活血化育药 或者是补气补血补羊的药物 来处理这些问题 那甚至加上一些洗脑药物 譬如说麻黄 心移 细心 这些洗脑药物 帮助他认知功能的恢复 中医师表示 对于出现后遗症的患者 若是以适合的中药处方和针灸 渴望帮助患者逐渐脱离不适 重新恢复身体正常功能 这条长的话 传媒报道 本土疫情再起 又适逢农历的新年假期 凯布大宽屏 阳明山 金平道 新台北 大安文山有线电视 为了让员工安心的防疫过好年 特别发放快筛试剂给所有的员工 让大家年后上班前可以自我检测 此外也逐步的加强防疫的措施 希望尽可能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先醒鼻子 清洁鼻腔 接着撕开密封包装 取出裁剪棒 随即插入鼻孔 采集检体 之后再把裁剪棒插入试管一分钟 稀释检体 最后就是将试纸条插入试管 等候至少十分钟 显示一条黑线代表阴性 黑红两条同时出现代表阳性 几个简单步骤 就能快速确认自己是否感染新冠肺炎 公司提供这个塞剂 而且是免费的 然后就是也可以提供给自己的保障 然后甚至面对客户的时候 也可以跟客户讲 我们也有做过快塞的部分 然后让客户也可以安心 因为国内疫情已经升温 公司为了保障全体同仁的健康 特别购买500支的快塞试剂 发给全体同仁自行筛检 希望同仁在过年后 都能健健康康的返回工作岗位 凯博大观评 杨明山 津平道 新台北大安文山有线电视 关心员工健康 除了发快塞试剂 让员工年后上班前可以自我检测 也全面加强防疫措施 工程人员到客户家里施工 口罩 面罩 酒精一应俱全 服务柜台加设隔板 定时消毒 总统措施就是要阻绝病毒传播 全路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除了申办业务必须落实 量体温 酒精消毒 柜台人员每天定时清洁环境 工程人员外出执勤时 也会佩戴口罩敌防疫装备 本土疫情再起 凯博台北市系统台配合政府政策 逐步加延管制层级 包括分流办公 落实实联制 并加强环境消毒清洁 期盼大家同心协力 再次挺过疫情难关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道活动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